最近这一阵子台湾知名度最高的一片湿地 应该要算是位在彰化沿岸的潮间带湿地 因为它本来是国光石化的预定地 在彰化当地民众跟环保团体的努力之下 这项开发案才出现变化 珍贵的湿地也终于有机会保存下来 退潮之后 台湾的西海岸露出了广大的潮间带 看似不齐的泥滩地上充满了生命力 这里是螃蟹 弹图鱼等生物的家 也是水鸟保十一顿的大餐厅 更是沿海鱼迷养家活口的金鸡母 海的都是我们自己的独特鱼生 所以比较快来就有了 来抓来就有了 要吃蚵子就来挖蚵子 要吃鱼子就来抓鱼子 要吃鱼子就来抓鱼子 鱼子就来抓鱼子 比较快来 泥滩地上是处处都有宝藏 不论是鱼虾贝类 大海总不会让人空手而归 哇 好漂亮哦 漂亮哦 一般是百五啦 一百五啦 我们这里的市场差不多了 我们这里的高餐厅很均匀 我又在吃 在这红红红 我又说久了 我说什么鸡头说久了 俗鱼所说的大鱼吃小鱼 小鱼吃虾 虾吃泥巴 那个泥巴实际上是有很多很多的有机的萃屑 那以现在的语言来讲的话呢 那个就叫做碳汇 这个碳汇也就是生物能够存活下来的食物链的基本原理 因为泥滩地里有许多养分 所以才能养活这么多的生物 学者调查后更发现 湿地还有吸收二氧化碳的功能 就像是能够释放清新空气的森林一样 如果说用这个高美湿地的 我们以前研究的这个资料去推算的话 那么以这么大的彰化海岸湿地这么大一块面积而言 那么我们去推算它大概可以相当于 一百七十座的大岸森林公园 它可以吸收的二氧化碳量 所以它其实是蛮可观的 另外这么大片又平坦的泥汁摊地 更是海岸地区最好的管充地带 其实在我们保护湿地之前 湿地早就默默保护了我们的安全 也保护了人类生存需要的食物水和空气 记者综合报导